在廣東東莞有一場台灣名品博覽會 大愛感恩科技第二年受邀參展 志工介紹寶特瓶做成的環保產品 也在展場推廣資源分類 沒想到要丟棄的寶特瓶 也能變身成為環保毛毯 參觀民眾既驚奇又雅異 我覺得這樣做很好 因為可以回收和利用那些廢舊的一些塑料品 就可以為地球盡一份力 廣東東莞舉辦台灣名品博覽會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的攤位前 聚集了滿滿人潮 大家除了了解環保製品的製作過程 還要跟著慈激志工學習如何分類 每個人都有說愛護地球的心 只是沒有深入地去瞭解過 所以還需要我們不斷地去宣傳 然後要好好地跟他們講 他們都會接受這樣子 資源在利用的觀念不僅僅是環保產品的製作 就連要丟掉的果皮廚餘也都能做成環保酵素 我覺得這個應該在大陸這裡多多舉辦 讓大陸這裡人口比較多 才能讓這裡廣大的群眾能夠慢慢了解 這環保的重要 廠內志工忙著環保宣導 廠外志工則努力推廣靜思好話 即使頂著30多度的高溫 大家還是忙得很歡喜 每當車主一同意給我們貼的時候 我們真的好開心好開心 因為車是流動的嘛 到處走到處走呢 它的那個效果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做起來雖然說 有點太陽大有點辛苦 但心裡面還是非常非常甜的 產品展覽是媒介 慈激志工期盼透過這樣的博覽會 將環保清靜在源頭的觀念 深植東莞民眾的心中 讓人人都能實踐與地球共生息 大家新聞 這是美志工廣東東莞報導 在美志工廣東莞